欢迎大家收看《时事评论》 今天的话例是 我们很想让一位充满总理索尔茨上课 事愿是德国总理索尔茨访问于北京 在人民大会讨会见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是疫情之后首位访华的欧洲大国领导人 也是中共二十大之后 第一位访华的欧洲国家领导人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评论 我们没有忘记一件事 德国政府这一年很努力 去宗旨他们德国国内的孔子学院 如果索尔茨不想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 来到北京其实很想上来 For Lecture You 就是你西方缺失的德先生和蔡先生 德先生就是democracy 就是指民主 蔡先生就是science 这个源于民国初年 中国尝试进行现代化受挫折 共和体制没有办法深植于中国 知识分子就开始在思索 如何拯救民族迷难的新途径 既然大家拯救到原来中国原有的制度 规范信仰和西方的模式 是格格不入 当时没有人知道中国何去何从 这个就是所谓德先生和蔡先生的来源 1915年 陈独秀去申请联习 所以首先提出民主和科学者 所谓德先生和蔡先生 这两种精神 希望可以復兴中华民族 共争自主独立 不为西方列强所压制 这个就是当年 这个两位先生的来源 德、蔡先生的来源 为什么我现在又要你德国过来 北京 给我们lecture一下你呢 因为在德国 科学和技术是否很先进呢 似乎这件事大有进步的空间 不是说你不先进 不是说你有什么缺失 比中国更加差 不是想作这个比较 而是说德国原本想率先实现 这个工业四年 其实几年前已经提出这件事 以智能技术进行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当时是他提出的 也有这样的实力去做 不过德国现在始终坐不过 但是几年之间 中国的人工智能两次技术 或者这个精密设备 自动化的人 越来越精良 中国其实现在才转过来 似乎在工业四年领先 不要说美国 美国基本上是没有实力经济 他们的生产制造 其实是在海外的 其实德国是有心有力 在本土 甚至是推动这件事 为什么德国 是失诸交避 可能这个时候 或者落后于中国的 自动化工业革命呢 不要说对于俄罗斯的局势方面的影响 首先说的是德国已经失去了现代化精神 首先 德国在依附美国的科技制裁中国 先后就是华为和中兴的移动 通讯技术和设施 苏尔治政府的部长 天真地认为德国 不要对华天真 就是说 无需要和中国有什么合作 越来越来越脱钩了 原本刻意 袁总理和李克强有意加强 工业4.0的科技合作 共同研发新技术 提升双方的进步 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 共赢的一个方法 不过德国的 科学技术的 精神就被这个意识形态蒙蔽 看起来 德国现在被称呼文初的中国 都是同样定不可理喻 就是比较排外 中国的科学观是先进的 我们看看 习近平总书记的20大工作报告 我们会加快科技 自立自强 全社会研发经费 从现在1万亿 增加到2.8万亿 现在是位居 世界第二 研发人员的 总量是世界 第一 就是我们的科研人才是最多的 研究的基础科研 和这个创新 不断加强 很多的 核心技术 实现突破 包括这个 载人航天 就是这个 探月 探火星 探深海 和这个超级电脑 卫星导航 量子 信息 和核电技术 等等 大飞机的製造 身为科技 都进入了 中国已经进入了这个新型 的 创新国家的 这个行列 为什么中国在这个科技上 进步得这么好呢 因为中国是真正 依从这个科学化规律造势 科学化是什么呢 其实科学化就是开放 和融作 和不断更新改良 是撑构事物的 真相 和 希望建立一个系统和规律 但是 就不像一些美西方 只是 透过观察 规纳 这个 叫做 先占的模式 来作为自己的基础 即是说 现在西方就说 过往他很成功 于是他们觉得 根据他的观察和 归纳 就是说 现在世界模式 都不需要改变了 大家行这一套就可以了 这就没有了这个科学精神 德国也是 用意识形态来做 这个科学的 就是科学技术 那个主导 那就是说 总的来说 就是 美西方现在对 科学精神 就是说 我不想努力了 我们也不想尋求 什么新的科学 创新 我也不想 就是希望 闭关锁国 好像满清 是阻止 其他人不进步 于是人人都落后 他自己就好像 其实 没什么 叫做输 美国是 这方面的领航者 德国也紧追 紧追其后 所以德国就献夺了 现代的所谓的 赖先生这种精神 原理就是 如果大家是合作 或者是互相竞争也好 在交流方面 也有合作交流 互相竞争的话 这是良性的 但是你闭关锁国 以及你 对中国作出不公平的 技术封锁 这件事就真是 违背了 科学技术的 初心 以及这个 规律 至于 德先生说 你德国的民主政体如何 你现在一样 自由市场的资本主 已经走到尽头了 大家见到 就是贫富懸殊 根本就是 国家都是不能够 cover 这个社会的保障 根本现在走出来的 好的东西就是为了 维护资本利益的 集团的利益 和 基本上来说 没办法做到 以民为本的原则 只是保留 所谓选举的 形式民主 如果大家要 学习中国的民主精神 首先要承认 我们是以民为本 按照目前的形势和条件 我们在创造社会的 现代化 我们会抑制一些 所谓 资本主义的过度膨胀 实现这个共同富裕 这个才是真正 所谓现代的 或者是真正的 民主的 模式 就不是一个形式化的东西 所以说 中国是值得 德国学习的东西 可以的 但是就是 所以迟 不知道是什么理由 可能有很多情况 来去匆匆 可能他没有时间 去领略 或者去了解中国的 德先生和蔡先生 因为你 留下 北京24小时 有什么可以理解得到 你回去有很多事情要做 因为有很多事情 你解决不了 我们理解 中国也曾经有 这种历史 没办法 索尔茨如果是这么忙 一起随缘 看看德国 有什么做法 好 今天的题目回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